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上台之后 推出多项精简流程措施 并且指已经为省民致省12亿元和150万小时 有媒体分析政府数据就之后发现 其中一个最大的得益者是发展商 胡晓琳的报道 自2018年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上台之后 一共推出12个和精简流程相关的法案 其中最新的一项刚刚在6月获得批准 CBC向省府取得有关措施得益的数据中 有超过200项的措施 其中两项重大的措施 分别是禁止市府向发展商提出 在交通基建附近兴建楼宇的最小停车位限制 和限制教育局向发展商收取的教育发展费用 这两个措施将会为省内的发展商每年至省4.1亿元 在这251项的措施中 最多措施属于环境保育及公园厅 有48项例如是改变环境规例 为企业折省2.09亿元成本 环保团体Environmental Defense就回应指 被企业透过损害公共利益来赚取更多的钱 并不是折省开支 新任精简流程事务厅厅长Mike Harris就发声明表示 省府的精简流程措施简化了法规 刺激经济增长 促进创新并建造更多房屋 为企业及省民带来了实际成果